但您关心 板桥区有一名机车骑士 连撞上八根路边导杆 人是直接向外侧车道 好在当时的货车击杀没有撞上 而在心中也有惊险的车祸 机车惨衰 只差短短两秒钟 现遭碾壁 货车行进板桥区的大汉桥 下桥时开着开着到了分杂道前 明显可见前方道路缩减 还有一个不注意左侧的机车骑士 竟然直接撞上路旁的回复式软直导杆 整个人摔了一大招 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这一撞12345678 人就跌向外车车道 好在货车驾驶刹车杀得快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这个位于新装区的车祸事故 也超惊险 为了闪过林亭在鸡满车道上的小货车 机车骑士奉中求生 又碰上天雨露滑 这一滑机车骑士当场自摔 又正好绿灯只差两秒钟 陷遭爆头 简直生死一瞬间 骑车机车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一个车前的状况 或是我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提醒民众马路如虎口 遇上车道如夹缝 干脆别闯了 等等吧 别拿生命来开玩笑 这叫方长一马玉文 新北市报道 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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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边